女武神 哎呀 这种简单的关卡嘛 以后就不要叫我了 两个海盗女王 然后来点扛伤害的 好了 游戏又结束了 真快啊 掏出你们的炸弹 起飞 漂亮 还剩一个 还剩两个 二对二 我们赢了 刚说完 看来我现在毒奶已经转正了呀 已经转成好奶了 对不对 不是毒奶了 是好奶 太棒了 嗯 对面这个阵型看上去 好像很不简单的样子 但是呢 其实真的就很不简单 是这样的 海盗女王首先切掉单边 这个是很简单的 然后 两边就 嗯 诶 啊 炸弹人不够啊 啊 对不起啊 那行吧 那就不要上海盗女王了 不然的话出大问题 我们多上点炸弹人 避免被他们冻死 毕竟这是在别人的地盘 对不对 我觉得OK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们走得慢慢的 能不能干掉他们的兵弓 漂亮 还剩三个 这边还剩三个 虽然说已经走得很慢了 但是没有任何关系 快扔 快扔 好 两个 一个 这边怎么样 哎呦 这边有点悬啊 这边怎么还剩三个呢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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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用看了呀 有一个人恢复过来了 他有没有机会 抛出他手中的那颗圆圆的东西 就像投出硬币一样 没有 没关系 前面的人为后面的人 挡路 有一个人是正常的 不要贴着他走 贴着他走也可以 有没有机会抛出 谁扔的 扎到自己人了 好 三对二 三个冰冻人 两个冷冷人 两个冷人对 对 我爱你们 谢谢 谢谢组织 我赢了 哈哈哈哈 美猴王 忍者 武僧 女皇又出场了 然后的话呢 女皇又出场了 五感小手枪 六感小手枪 好 完美 哎 女皇 你们这个 炸弹升天的时候 小心 别掉河里去了 一定要小心啊 一定要稳 漂亮 这个炸弹炸的好 哎 你怎么回事啊 别 别趴着了 行吗 还有谁活着 啊 小忍者呀 你这干嘛 活鹰跑吗 这个姿势 啊 呦 这一关 问题不大 既然两边都是什么 鞭炮弓箭手 对吧 那我就跟你刚正面 直接水手贴脸输出 开局直接带走鞭炮弓箭手 接着两边分别上海盗女皇 差点钱 海盗女皇 就OK了 就很完美了 就非常的完美 没有任何的问题 抛出炸弹 扬长而去 哎 这边的女皇能狗住吗 我看你身上被镖了很多镖啊 稳住啊 稳住 哎 这个炸弹扔得好 扔得就非常的稳 你可以吗 啊 好了 怎么回事 还能干掉我一个海盗女皇 不错呀 好 看来对面也不是吃素的 这一关就相对来说难一点 应该说是非常难 有多难呢 首先我看一下 海盗女皇放在旁边 让她有机会去输出弓箭手 接着 中间是投炸弹 不对 中间 骑射 重点是海盗女皇能不能有机会去攻击他们的气球弓箭手 海盗女皇 不要管中路战场 中路战场 与你无瓜 行吧 赶紧起飞 扔炸弹 现在飞完了 记住 中部战场 与你无瓜 你的重点是干掉他们的气球弓箭手 你只有一件事要做 知道吗 知道吗 这个只有被虐的份了 战争嘛 偶尔还是需要这么一丢丢的运气 运气成分 我觉得海盗女皇应该再偏僻一点 对不对 这边来一个木桶 吸引一下 然后最那边再来一个木桶 吸引一下 重点就是要想办法 让海盗女皇 成功的 与他们的气球弓箭手 进行交战 就可以了 对 别 这个骑兵你别过来 别引走这个海盗女皇行吗 让他先去跟 先去跟气球弓箭手交战 目前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气球 我们还走得动 还走得动到 漂亮 漂亮 nice 画家别过来 哎呀 这画家又吸引我注意力了呀 赶紧扔炸弹 快快快快快快 nice 我们身上也就几个气球而已 冲过去 稳住 一刀一个小朋友 来 两个小朋友 起飞 漂亮 nic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 刚才那一关就是最难的一关了 那么这一关 就非常简单了 火枪手 几冰 对于这一关来说 我们只要有人海战术 其实就够用了 但是呢 我还是要上一个海盗女皇 为什么呢 因为海盗女皇 很强 就只有这个原因 我很喜欢使用海盗女皇 而且海盗女皇很容易 偷到他们的后排 对吧 只要前面完全的把 用这个水手把其他人吸引住 然后海盗女皇 能成功的去偷后排 就就就 没有成功的偷后排 出大问题 有点严重 这个问题 能不能扛住 一刀一个小朋友 明明刚才那一关 才是最难的一关 这一关其实相对来说 简单很多 为什么过不去呢 突然间有点不能理解 好 这一次海盗女皇 终于有机会去切后排了 一个 两个 打准一点行不行 刀法 刀法 不要总是靠雷 打准一点 三个 打准一点 对 四个 女皇大人呀 不要总是扔雷 你看你刀法推步了好多呀 又没砍中 哇塞 女皇 女皇 意外总是发生的这么突然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我相信 第六次 一定过不了 相信我 这一次绝对过不了 过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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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绝对会死得很惨 不管是女皇 还是我们的小水手 全部都会被摁在地上打 对不对 我已经对我的兵没有任何的信心了 啊 我们怎么可能能赢呢 有这种可能性吗 完全没有 就从刚才那几局来看吧 女皇无论是刀法 腿法 身法 都退步了 自从爱上了扔雷 女皇就很少去练刀练 练腿和练身法 导致现在女皇 除了扔雷之外 就是个战武渣 好 可以 看来有的时候 说话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行吧 嗨 到派系关卡 就全部完结了 这段时间的话呢 我应该会适当的更新 然后调养好嗓子 大概的更新频率 还是一个月 十五期视频左右 因为这个是 某些特殊原因 我是必须得达到 这个要求的 这个特殊原因 聪明的小伙伴都知道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更新的视频 绝对不会少 你们放心 虽然可能会突然出现 两三天 甚至四五天 没更新的事情 这个情况 但是后面该补的 我都得补回来 这个是因为一些 特殊的原因 那么嗓子好的时候呢 我一般来说就会 多录几期视频 然后囤着 等嗓子不好的时候 稍微能顶一下 就顶一下 如果说实在顶不了的话呢 就会出现前段时间 突然三天断更的情况 还有的话呢 我最近可能会减少熬夜 那也就意味着 字幕可能就不怎么加了 因为我平常都是 熬夜加字幕的 你们知道吗 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加字幕可能要半个小时 甚至到一个小时 那以后的话 字幕就这样 如果说我有一句 我自己听 感觉自己说的不清楚 那我就把字幕打上去 就是重点的地方 加字幕 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 所有的海盗派系关卡 就全部完结了 后面还有 海盗派系的隐藏兵种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别忘记 三连加关注 点赞 收藏 投币 等等等等 包括转发什么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红剑 拜拜